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彩缤纷的花卉是自然界中最迷人的风景 其中 牡丹是百花之王 素有国色天香的美称 是富贵的象征 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不少以牡丹为主题的瓷器 中国古代工艺大师将绽放的牡丹搬到了瓷器上 古人对美的崇尚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细致地体现在娇艳玉堤的芬芳里 这是清代发廊彩皇帝牡丹文碗 碗外以黄彩为地 彩绘了八朵娇艳盛开的牡丹花 雍容华贵一览无余 发廊彩皇帝开光花卉文碗 外壁会菊花与牡丹花 以两种不同季节的花卉共同入化 具有长寿富贵的美好寓意 盛开的牡丹配以蝉枝花寓意年年富贵 这只康熙年间的牡丹文碗 以罕见的蓝色为地 色彩鲜艳非常精美 这件以珊瑚红色为地的 坟彩牡丹文贯耳瓶 格外喜气 上面会树枝坟彩牡丹花 三朵盛开的黄白粉三色牡丹 在绿叶的衬托下精致美观 牡丹是中国特有的花卉 它花朵硕大雍容华贵 被称为椒谷牡丹 据说这个名字的由来 与武则天有关 相传唐代天寿二年腊月初一 当时的都城大雪纷飞 武则天到上院游玩 只见天寒地冻 百花凋谢 万物萧条 心里十分懊恼 于是他下指道 明朝游上院 火速报春枝 花须连夜发 莫待小风吹 第二天 武则天再到上院 发现百花连夜开放 枝坂叶茂 唯独牡丹不为实令 碧蕊不开 武则天盛怒之下 将牡丹 扁出长安 巴佩洛阳 并施以火刑 牡丹遭此劫难 体如焦炭 却根之不散 在严寒凛写中 挺立依然 来年春风尽吹之时 花开更艳 被誉为焦谷牡丹 古往近来 留下许多赞颂牡丹的诗文 唐代文学家刘宇希曰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 栋京城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也说 洛阳地卖花醉仪 牡丹尤为天下起 古人爱花 赏花 每一种花卉都有着吉祥的寓意 除了象征富贵的牡丹 还有象征高雅的兰花 代表圣洁的莲花 寒冬腊月迎风傲骨的梅花等等 在清代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 紫禁城内的皇帝都要挥毫泼墨 描绘碎昭图 以表达自己对新年的祝福 碎昭图常以静物画的形式出现 通过画中物品名称的谐音 寓意或是历史典故 来表现对新年的祝福 其中有一种题材将玉兰 海棠 牡丹三种花贵 画在一起被称为玉堂富贵 玉兰的玉和海棠的堂 可以谐音玉堂 玉堂就是朝廷 那么我们通常看见画画 画玉兰 海棠加牡丹 这个叫玉堂富贵 就是说呢 祝愿你可以到朝廷上去做大官 这是一种很好的吉祥寓意 清代的玉堂富贵栽荣壁坛 色彩绚丽 精巧别致 壁坛上粗壮繁茂的玉兰树高洁典雅 清新的海棠树枝叶浮 盛开的牡丹花 富丽堂皇 有两只蝴蝶在其中翩翩起舞 画面生动而华美 整幅作品《花卉云集》充满了诸多吉祥元素 表现出中国古人对美满人生的向往 说到花卉云集 这件坟采百花锦文尊可谓百花齐放 器物通高只有四十八厘米 但是整件瓷器通体不留白 上面描绘了五彩缤纷的各种花卉 有菊花 莲花 石榴花 千牛花 牡丹 百合 玫瑰等交错而成 有人曾数过 瓷器上的花卉不下百朵 寓意繁花似锦 所以得名百花尊 中国有句成语叫鸟语花香 有花必有鸟 共同营造出美好吉祥的韵味 这件坟采六方瓶 瓶身彩绘两株梅树 几只喜鹊或七夕或飞舞 取谐音寓意喜上梅烧 这套清代广秀花鸟挂瓶由四条瓶组成 可谓百花争艳 百鸟合鸣 一只凤凤 站立于怪石之上 头顶一轮红日 在鸳鸯 荷花 牡丹和竹树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高贵 名为丹凤朝阳 这幅孔雀开瓶绣有雌雄两只孔雀 雄孔雀在静放的牡丹松树间开瓶而立 与雌孔雀遥相呼应 生机盎然 这幅调瓶以锦基和牡丹为主题 锦基气宇轩昂 牡丹绚烂怒放 由锦上添花 富贵安康的美好寓意 这幅以梅花鹿为主体图案的调平 画面中几组梅花鹿 宜然地驻足在溪水边 一只母鹿 整不适独小鹿 稍远侧生的一颗老松立于画幅中 鹿 谐音鹿 有鹿兽同春的寓意 松树比喻长青不老 整个图案有健康 长寿 幸福 吉祥等多种美好寓意 古人不仅将花入诗入画 而且日常生活中花卉也成为必不可少的装饰 人们将花穿在身上也戴在头上 在唐代 时髦的女子将硕大的鲜花戴在头上 是一种别样的风情 在唐代 追求时尚的女性梳着高耸的发迹 再把各色美丽的鲜花扦插在发迹上 被称为簪花 收藏在辽宁博物馆的簪花侍女图再现了这一封上 牧春的长安在幽静而空旷的庭园里 一群贵族侍女正在嬉戏玩乐 画作的开端是一名体态丰满的贵族妇女 左手后收 引逗着身旁的一只小狗 只见她高耸的发迹上插着牡丹花 显得富贵雍容 祭前的玉簪不搖 珍珠流苏 好似随着她轻盈的步履徐徐摇晃 优雅而曼妙 在她对面站着的是一位身披白色衣衫的贵妇 淡淡的红韵 瓜子型的画眉 樱桃式的红唇与圆润的面庞隐隐相衬 她的发际上牵插着红色的花瓣花枝 配以沙衫上白色的菱形纹 显得分外典雅富丽 后面是一位身披白花格子沙的贵族妇女 她头上插着荷花 反手还粘着一枝红花 凝视瑕丝 好似要将这美丽的花枝 牵插在自己发际上 从远处杉杉而来的是一位身材娇小 身着珠红披风 外套紫色纱罩的贵妇 发际上牵插亮丽的脏花 深情中透射出难以掩藏的悠然自得 画卷末端的贵妇 发际上牵插盛开的勺药花 尖披浅紫色沙衫 珠色长裙 紫绿色团花 她的上身微轻 像是在迎接向她奔来的小狗 丰硕渐美中 又添了几分窈窕 婀娜之态 中国古代女子头簪十令鲜花 作为习俗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 有趣的是 中国古代不仅女子簪花 男子也簪花 这是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四项簪花图 庭院中四名宋代男子 在侍女的陪同下 或站或坐 品酒谈笑 簪花自赏 屏风左侧的三名男子 头簪少咬花 围桌而坐 其中身着粉袍 手持酒杯的人 是宴会的主人扬州太守韩琪 坐在韩琪右手的男子 是时任大理寺平氏签盼的王安石 韩琪对面 一名头戴蓝帽 背对着画面的男子 是时任大理寺平氏通盼的王规 他正扭头望向屏风右侧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一名系着蓝色腰带的男子 姗姗来迟 红衣侍女正为他 簪带勺药花 另一名童子正弯着腰 向他敬献美酒 这名男子就是时任 大理寺城的陈生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此后的三十年间 参加簪花盛会的韩琪 王规 王安石 陈生之四人 竟先后都做了宋朝宰相 四项脏花的故事 从此流传开来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具有了某种吉兆意义 百花争艳的花样国宝 美轮美奂 也代表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盼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